五月是亞太裔傳統月 亞洲人周刊基金會近在三藩市市府台街前宣傳B型肝嚴和治療 這個名為三藩市道駐B型肝嚴的活動 由前亞洲人周刊總兼執方二代策劃和主持 市參事會主席優勝局宣布即將提出法案正式將五月定為三藩市B型肝嚴防治穴 而加州眾議員馬世雲亦在上月提案 在加州正式定五月為B型肝嚴防治穴 多位市府官員呼籲市民參與市內多項免費B型肝嚴的檢驗 了解乳房和治療方式 令這種疾病在亞裔人群中逐漸消失 市安局大學亞裔肝臟中心主任蘇啟森表示 百分之九十五的新生兒可以通過疫苗注射避免感染B型肝嚴 5月19日在世界B型肝嚴防治穴 想了解預防和治療信息的市民 可以上網www.sfhappyfree.org 瀏覽 接著抗議 沒問題 接著抗議 出席 動抗議 動抗議 在四月下 現在